林辉英说 徐志摩所喜欢的我不是真正的我 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怀 鸿托出来的林辉英 而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当中 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你跟他之间是有一种迷恋 其实有很多人内心是矛盾的 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主宰别人的世界 成为别人的男神或者是女神 因为可以满足自己的自恋感 飘飘然的感觉 当别人叫你一声帅哥的时候 你会禁不住摸摸自己的头发 整整自己的衣衫 当别人叫你美女的时候 你以为你就是美女了 于是会变得飘飘然 但是真正聪明的人 不愿意被别人奉为男神和女神 也不愿意去主宰别人的世界 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的人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 所以才会有林徽因的那段话 但是在恋爱的初期 大部分人的爱都有迷恋的成分 把所有的优点都往是对方身上加 比如说你 其实我是有点觉得 你们俩之间不像恋爱 你像他的一个小粉丝 每当有些粉丝在追逐那些歌星的时候 或者是影星的时候 如果让他跟影星处一阵子 他就会发现 影星也是一样 该抠鼻孔 该流汗 流汗 跟平常人根本都是一模一样 新尘代谢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弥补在他身上 而恰恰你碰到了一个人 就特爱装的人 就特别能装 其实你很傻你知道吗 早一点暴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对于自己来说挺轻松 不会让对方太过于深落 你要清楚地意识到一点 如果一个喜欢你的人 带着一种粉丝的审美眼光 来对你每天上下的扫量 你总有一天是要露出马脚 你今天就已经露出了马脚 所以说不要期望去当别人的偶像 撕下自己所谓伪装的外衣 该咋样就咋样 就像你所说的 我就是个有血有肉的平常人 我就是个有缺点的人 不要有太多的期望 我认为其实人很多情况下 没有办法主宰自己 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印象 其实想来人在来的时候 和走的时候 都是光溜溜的 但是自从进入这个社会 就开始伪装 所以如果你真想跟他谈恋爱 在生活当中不要记忆 他那些凡夫俗子的特点 因为你们谈着凡夫俗子的情感 吃着凡夫俗子的伴 穿着凡夫俗子的衣 挣着凡夫俗子的铜板 他就有凡夫俗子的特点 别装了 就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台上 装得也挺累的 你比如说我老是做不起来的 我老婆每次看电视的时候 你每天都用腰在当屁股坐着 你就不能坐直点吗 你学学人家曲纬 你要坐那么直 而且我老婆经常把我晚上熟睡的样子 流口水的样子拍给我 就是记性别的 这种油漫温的 它是伴隆了 就好了 看见 也是一种超有意味的 我刚才发生了 我们不想玩 你也挺厉害的 没打算 看但我 出现就是 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就回吧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就是感觉就是说 就是说 这段感情啊 就是挺不容易的那一种 然后就是 也不是说想轻易放弃啊 然后以后我也会说 把我的身段什么的都放 尽量有可能放下来 因为就 因为天生的 天生那一种嘛 就习惯改变不了什么的 我也知道了 我也有错 就是老师想象你 让你做得那么完美 我也知道老师邀请你 对你挺严格 让你挺有压力的 以后我尽量改一些 改我那些奇妙的想法 那些心理的想象 我再去要求你 老师那么完美了 亮灯吧 居然还跟人说 我要放下身段 你有什么身段啊 我习惯了 你说意思 说的意思就是说 大概意思像这样子 你好好说 大概的意思像 你好好说 这种情况这里 你好好说 那我 又矜持的 因为是女生追的 回去吧 来 请关门啊 这是一场错位的恋爱 你觉得他们会出来吗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